说到买车大家最常注重的是车子的外形 性能与舒适度 而在国内相对畅销的两种外国车是德系车和日系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日系车车顶一般都会有密封条 而德系车却显有安装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一起探究一下 大家都知道日系车和德系车的主要构架都是钢铁 因此免不了会用到焊接工艺进行连接 德系车采用激光焊接技术 接点处平滑而美观 但是日系车依旧采用的是操作简单 成本较低的点焊技术 焊接后接口处因为种种原因而存在一定的凸起现象 而且这种接点暴露在雨水中很容易生锈 为了避免这种缺陷达到美观的效果 夹状密封条就成了必然 此外开车的各位车友都知道的是 日系车的车体偏薄 使用久了之后 不然会因为各种情况而出现缝隙 从而影响驾身体验 夹状密封条就是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当然大多数车主在买车的时候 也许并不会刻意的去注意车顶 是否有密封条的存在 只要车子的行车安全可以保障 能够提供足够的舒适便利就足够了 毕竟这才是车子最主要的用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